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谢谢林老师 然后还有这边的同仁方师兄 然后应该还要谢谢美玲 因为她的介绍 然后还有林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真的是给我机会 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各位 因为如果不是你们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 做这种心灵上面的这种交流 那所以也很诚心地谢谢大家 其实人跟人之间 很难会有真正的认识 我记得在北投社区大学上课 然后有一个同学 然后就说老师 你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跟他讲说 其实那个事不是很重要 因为没有办法互相认识 透过语言 那刚刚林老师太多的美言 一共要 比较太过称赞了 事实上是这样 我跟各位都一样 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 在学习 在探索 在摸索 那也许有一个比较 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好像恍恍恍恍 已经看到大海 那好像也恍恍恍恍 感觉自己 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海洋里面 那也恍恍恍恍 感觉自己 慢慢在融化 那也恍恍恍恍 感觉自己越融化 越开心 其实只是这样 那所以有这样的因缘 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很高兴 我们今天就直接 进入主题了 如果说彼此要慢慢熟悉 他就是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越了解 自己的时候 然后就越容易 去了解别人 比如说 今天本来有同学说 希望说来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可以理理佛 那如果有人觉得需要 我们可以 可以做一下 理佛的动作 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 有的人到现在不一定还有 不一定会有这种 宗教信仰 或者对佛陀的这种信仰 那也本来就无妨 其实就我的了解是这样 那 深入了这种生命的实相 你才有办法 真正跟佛陀照面 你才会去看到佛陀 当你真正看到自己的时候 你会看到佛陀 那你会看到说 哦 原来 这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 它是如果这个身体的话 早就会灰灰灭了 但是它那个心灵呢 原来跟你的心灵 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不同 所以当有一天你认识到了自己了 其实你会真正认识到佛陀 刚来之前我就在看一本小册子 那那个小册子里头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计言 那个短语 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开场摆 其实它里头是什么呢 一个盐蛙蛙 盐巴的蛙蛙 然后它历经千辛万苦呢 然后就好不容易走到海边 然后看到大海呢 波涛汹涌 它很震撼 然后它就问大海说 哎 你是谁呀 然后大海就跟他讲 你来啊你来啊你来我这边玩啊 然后那个盐巴娃娃 盐娃娃呢 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大海 然后它越走向大海的时候呢 就越融入越融入 然后直到最后呢 它完全融进这个大海里面了 然后它非常非常开心的告诉 说哎 我终于认识了我自己 它完全融到大海里面去了 那其实我们在人生经验里头 也是这样 我们如果固守在自己的 个体的这种感觉 这种自我意识里面 你说谁能够认识谁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纵使说呢 你认识了呢 其实你会发现 你认识到的 往往也都只是一个 人格的投射 一个人格的表象 比如说 我这样问 你说你会真的觉得 你认识你先生吗 你觉得你真正认识 你的小孩吗 了解你的小孩吗 了解你的先生吗 那你如果回答说 是的 我很了解我的先生 很了解我的小孩 那你再看 你认为的了解是什么 你发现你就会有个形象 有没有 有你先生的特殊的那种 生活的习惯 他的脾气 他的某种人格状态 你的小孩的某种脾气 某种特殊的人格状态 有没有 那所以呢 你认为的 我们认为的 所谓的了解一个人 事实上是了解到 他的以为 用那样的方式 了解到的 事实上只是他的表层 对 知道这个意思吗 他的男性 他的脾气 但是你发现一个 那他到底是什么 把这个人格 把他的脾气 有没有 把这些种种都 剥开之后 你发现 那他到底是什么 你看你就会 显得有点 没有办法回答 那 他是 你认为的 你认识的那个人格 或者那个脾气 那个特性吗 人 只是那个样子吗 或者说 人 是那个样子吗 生命 是那个样子吗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一连串的 这个课程 其实是大概 朝这样的方向 一方面 增加我们彼此 在这个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 对于自己生命经验的 这种穿透 那穿透这些生命的 今天要干什么呢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层面 至少是 痛苦跟烦恼 可以降低非常多 对自己 然后也会因为自己 对于人生 有了更深的这种体会 所以痛苦烦恼 减弱了 降低了 因此呢 也比较不容易 那么不自觉地 带给别人 痛苦跟烦恼 因此呢 就能够 走出一种 比较愉悦的 然后比较祥和的 那我们世间人会讲说 一个一种 比较幸福快乐的 那种人生的品质 这是一面 我们希望说 在这十二堂课里头 能够跟大家分享 然后让大家有对于 怎么样真正能够 掌握到一个 幸福快乐 人生的这把钥匙 自己能够掌握 然后能够去开启 但是这只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是 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些 这些分享跟对话 然后 我们能够像 那个圆娃娃一样 他至少 看到生命的大海 甚至呢 他敢于 跨入那个海洋 甚至呢 他会很开心的 融进去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 这十二堂课里头 希望说能够达到的一些 点点滴滴的 可能的这种 这种氛围这样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题是这个 生命的回顾 跟身心安顿 生命回顾 跟身心安顿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先来讲 我当初立这个题目的 一个缘起 在上世纪 大概从 80年代以后呢 在美国那边 兴起了很多的 有关 灵性的修持 包括说在 临终关怀上面 那他们 为什么会兴起 这样的一种 一种思维 探索跟运动呢 因为他们发现 那时候呢 有很多的那个 他们叫做 还婚人的 他们本来是被 比如说被医院判定死亡了 但他突然之间呢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结果他又活过来了 那活过来之后呢 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经验 就是 好像要跨入死亡之前呢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非常急速的 非常刹那的一个时间呢 内在的一种 那叫 好像一种 内在的反观一样 突然之间呢 看到自己呢 一辈子所做过的事情 几乎在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呢 在他的内在的心海里头 一晃过去 这个样子 这就叫做生命回顾 这个就是生命回顾 原本的 特殊的 他的意义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们在 佛法的这种学习上面 大概也可以 从佛陀的教导 或者说 从像现在留在 布派佛教里头的这种 对于 生死的 临界点的过程当中 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 大概也跟这个 生命回顾的 这个现象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在大概 布派佛教 我们一般叫做 布派佛教的这种 生死问题的这种 理解上面 他们大概已经形成 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结论 什么样的结论呢 当一个人 要临终的时候 他会被什么给驱动呢 如果他不是一个解脱者 最直接去影响 他的来世的 下一次的 是什么呢 种业 业的档业 他如果是有档业的时候 他这个最后 临终升起的 最后的业相 业的相 就是说 像我们说 我们做梦的时候 有梦 有没有 梦的那个相一样 那你人在临终了 那这一生的最后的 那个心念 叫做业相 那他这个业相呢 会被几种东西 就被几种力量 给决定 比如说种业 一个人呢 活着的时候呢 特别种的那种业 他就会驱动到 他最后的 的那种 最后一个心念 然后形成那样的相 去决定他的转世 那如果没有 这种种业呢 是什么呢 是他在临终 最后的时候呢 献起的那个业相 这个叫做 献行的业相 献起的 透过那个 最后的临终的 那个业相 会决定他的 下一次的那种 生命的境界跟品质 那如果没有种业 又没有献行业 那是怎么 怎么决定呢 他就是 曾经做过的 那种行为 那在临终的时候 生起的 所以叫做 惯行业 常常做的 但是不是特别强的 那如果 没有种业 也没有 没有这种 献行业 也不是这种 惯行业 那是怎么样呢 他就是 已经做过的 那他在最后的 这种时刻呢 升起的这种业相 会决定他的 转世 这是在 布派佛教里头 有关说 人在转世 跟这个业行 之间的关系 那佛陀 其实他也有讲 他讲说 如果一个人 在临终的时候 你最后的心念 是属于 善心善念的时候 转世过去的时候 通常会怎么样呢 接着 一样在 比较容易接近 人天善界上面 继续去 继续去转世 所以叫做 临终的时候呢 你的心念 如果是善的 所以后世会续善 那从原本这个东方的这种 对于在生命的这种 生死问题的这种理解 跟穿透上面 我们再来看说 所以西方人 因为他们比较有这种科学精神 所以的科学精神 就是比较强调经验的归纳而已 其实 因为他们在很多的这些 还魂者身上呢 看到同样的这件事情 很多人 他都会在临终前呢 就是本来要死之前 快速的进行这种 生命的回顾 那不是他调过意的 不是他故意去回顾的 是自然就会这样生起 那所以从我们刚讲 从物派佛教的 或者说佛陀的教法 跟这些还魂人的 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 对于死前的生命状况 有某种共同的 雷同的这种看法 那结果我们就从这里头 得出这样的一个心得 所以呢 你活着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 或者说不知道 不懂得去提炼自己的 这种身口意的品质 这个叫做业 能够业 其实就是自己的身口意的品质 那呢 形成的那种惯性 那种特性 他不只是影响了你这辈子了 对不对 他甚至会怎么样呢 他会直接在最后面的时候呢 影响你来世的这种转世 那所以呢 就会立这样的一个题目 所谓的生命回顾 跟身心安顿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要看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 此事的身口意的行为 不只是影响到此事的这种 我们会觉得 幸福 或者说不幸 快乐 或者痛苦 甚至会怎么样呢 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世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 比较自觉性的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刻意的 自觉的 要怎么样呢 让自己在 这一趟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带着这种自觉 来安顿自己的身心 那这样可以达到 什么样的效果呢 你此生能够安乐 对不对 后世又可以蓄散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探讨的 他主要的这样的一个 题目的这种缘起 跟要达到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慢慢来 进行这样的思考了 我们都在一个 生命的状态 我们都在那儿 在过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有没有 真正去好好去想一想 有没有 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 好像就是这样 一天过一天 然后碰到境界 随着各种境界 而转 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 然后也老了 也病了 然后就可能就准备 临终 然后准备转世 这样就叫做 一趟人生 生老病死 好像我们看 一般人看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觉得说 这趟人生下来 在自己的这种幸福 或者说不幸 好像没有办法 很自觉性的 很自觉性的去掌握 好像我们都会觉得说 那是严重的 或者说这是我们的命运的问题 有没有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说 深入生命的实相来看的时候 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来探索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用 没有任何假设的 也不是来自于任何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经验 来看清楚我们的生命 比如说你看 像我们现在直接就这样看 如果你们那个 腿会酸的 可以换腿没关系 然后如果你们那个 刚下班回来 然后你们听一听 如果累了 打个睡 睡一下也没关系 然后你如果要打呼呢 跟旁边商量就行了 可以很自在 因为这是一个 一个很自在的 一个分享的过程 好 那回来了 那我们来看看 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 生命到底是什么呢 你看当我们用 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不是很容易回答 但是其实它很简单 你看生命就是我们经验到的 我们经验到的 身体的现象 跟心理的现象 所以生命 其实它就是一连串 随着各种因缘条件 不断升起的这种 身心的经验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对于 比如说这个时候 身体的绝受 现在可怜 吃巴巴 肚子可能脏脏的 或者觉得这个时候 身体有点累 你看身体 对身体的绝受 然后在这个身体的绝受当中 我觉得心里变得 不太高兴 或者说觉得吃得饱饱 又坐在这边 这样感觉蛮舒服的 有没有 心理上面 对于当下的状况的一种 觉知 所产生的那种绝受 是快乐的呢 还是不舒服的呢 我们说所谓的苦跟乐 有没有 那面对这个身体的状态 或者心里的状态 我们形成的种种想法 有没有 念头 我们的俗性有关联 对不对 那面对这样的境界 身体的状态 或者感受 或者形成这样的念头 跟想法 我们会怎么样 比如说小酸了 有没有 想动它 这是什么 意志 这就是我们的意志 你这样不这样 有没有 这就是意志 那对于你看身体的现象 苦乐受的现象 然后自己的起心动念 然后包括这种 意志性的冲动 我们能够去觉知 有没有 能听我咱一样 有没有 觉知这个就是佛法里头的事 那你看 身体的现象 跟心理的现象 其实就是 我们所经验到的 生命的现象 有没有 这样清楚吗 想一下 你们 想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说 你 你会认为说 我们刚刚这样 盖瓜下来的 就是说 生命就是一种 一连串的 不断变化的 接踵而起的 像流水一样的 流动的 身心流动 变化的现象 是不是 是不是只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 你认为 还有其他的 有没有 好 你们不要客气 好 那这样 那我们 你们如果认为 说 就是这样 所以 生命就是 一连串的 不断流动的 这种 身心经验 这就是生命的现象 好 那再来 那我们再 那这些生命现象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 如果说 没有办法很完全的 然后 如此的去了解 这个生命的实相 那我们说 想要在这样的 一趟人生里头 过得 真正自在 你就会发现 那就有点 自欺欺人了 对吧 希望好 你看 如果 你的心灵 并不是 或者说 没有办法 真正确认 生命运转的 这样的一种实相 而我们 竟然 想奢求说 在生命流动的 过程当中 获得最大的 幸福跟快乐 有没有 这样是有没有 你看 这样是不是 这模样 这样看得出来吗 你的心灵里头 没有办法 全然的 或者说 比较彻底的 去认识 这个生命的实相 但是在生命 流动的过程当中 你竟然会想要 去获得最大的快乐 跟幸福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有没有 有发现 这就有点冒险 有没有 就变成说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人 有没有 就像我们以前那样 有没有 那个结婚 有没有 像你都没什么 需要看 那个爸爸妈妈 决定就好了 不知道他是行 还是好 然后就 他们决定了 就嫁过去了 你看 是不是很冒险 你看我们在一个 不太了解 面对一个 未知的这种 应该叫做 不知的这种状况 然后就 以身相许 然后呢 甚至会认为说 可能 这样去 就会有一个 我们会相信 会有一个 美满的 快乐的人生 就这样 这有点冒险 有没有 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 我们 就是希望说 跟大家 来分享 就是让他 让我们的心灵 更接近 这个生命的实相 然后来看到说 在这样生命 实际运作的 过程当中呢 其实 我们真的是 是可以自由的 幸福是可以 被掌握的 是这个样子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 好 那我们要来 深入这个 生命的实相 我们现在 大概没有一个人 会反对的 生命是一连串 不断变化的 身心经验 然后我们又来 看清楚一件事情 这个身心经验 好像基本上 都不是我能掌握的 看到没有 你看 你不让他 吸气看看 你没有办法 停止呼吸 你没有办法 叫他不呼吸 你也没有办法 叫他不喝水 你也没有办法 叫他都坐着不动 你也没有办法 叫他只躺着 不要起来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讲 是光这个身体的现象 看到没有 我们 面对这个 认为说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生命的 这个身体的现象上面 我们就看到说 他也不是我们 用你个体的自我意识 能够去掌握的 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要出生的时候 有出生的因缘条件 有没有 他要长大 他在变化 他要有变化的因缘条件 然后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孕育 又有那样适当的条件 去孕育他 要有适当的条件 他才能够出胎 要有适当的条件 他才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有没有 要有适当的条件 他才能够长大 能看到吗 所以光 你看光我们从这个身体的现象 反正你就看到说 我们一直认为说 我好像可以很强力的 用我个人的意志 要来主宰人生 主宰生命 这个好像就会有点出问题了 你有没有看到 我连我 我认为的自己的这个身体 好像 都不是主人 你看我们摸我们的心上 他跳他的 你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影响 慢慢看清楚 这是身体的现象 那我们说 那对于种种的这些 快乐的感受 或者说这些痛苦的感受 我们都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想快乐 不要痛苦 对不对 但是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我只要我的 我接触到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接触到这件事情 那触到之后呢 这件事情不合我的意 你看你就不高兴 甚至呢 你就会产生苦恼 那碰到合你的意思的 你会觉得满满意的 你看那快乐的情绪 他就会升起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今天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在这边再看清楚了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个身体的变化 他的出生 他的变化 他的衰老 他的死亡 好像不是我能掌握的 然后我这辈子里头 我不断的要去追求快乐 然后我要去避免痛苦 但是我从我的生命经验里头 看出来好像不是这样 我在痛苦的时候会 碰到不合一的境界的时候 我很痛苦 那很痛苦的时候 我叫我自己不痛苦 好像也没有办法 然后我喜欢一直都沉溺在那种快乐的感觉上面 但是快乐好像也不是我能掌握的 它好像也都是随各种因缘条件在变化 先看到吗 有没有 那我们说那我总可以掌握我的思想吧 我的念头 但是你问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看碰到这样的境界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记念 有没有 你不要这样想啦 你这样想的时候就等于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有没有 但是你又发现一件事情 你就偏偏要这样想 你会偏偏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看到没有 那我们说我现在不要动脑筋了 我要安静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你安静看看 你看你的念头会不断的 在你没有办法异恶的情况之下 没有 你看它就不断的在那边转 不断的在那边转 白天这样转 晚上转到哪里 晚上你继续做梦 那都是我们心里头的种种念头 种种想 那你这边再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刚讲说 生命经验里头 身体不是我能够去掌握它 面对苦乐的时候 我好像也没有多大的选择的权利 那我们认为说我是思想的主人 你这样慢慢去看清楚的时候 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观念思想的形成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被爸爸妈妈影响很大 被学校影响很大 被媒体 被书本影响很大 所以它塑造着我们 怎么样在运用我们的思想 它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认知判断 看到没有 所以光这一点 你看你如果没有办法 对自己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自己所运用的观念 取缴价值观 做反省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所以你就是不自觉的变成 你脑袋里头的思想观念的奴隶 所以人家告诉你说 不要这样想 你这样想是自寻烦恼 至少痛苦的 你会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脑袋里头 被很多既定的 已经固定化的 僵化的那些观念 怎么样 它控制 所以你就看到没有 所以看起来连这个思想 都不像是我能掌握的 有没有 到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不同意的 好 那你看到 那你看到 那我们的意志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一直认为说 我可以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有没有 这叫做意志 这个叫做行 但是你会清楚一件事情 你真正能对身体的不多 你的意志对身体能怎么样 你顶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大概怎么样 他肚子饿的时候 给他吃一点 有没有 他口渴的时候 给他喝一点 他累的时候 就给他睡觉 有没有 但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 不让身体这么好过 有没有 拿来给他唱 我今天要加班 有没有 然后我要写报表 有没有 那我弄杯浓浓的咖啡 有没有 那男的可能就在这边 弄个烟灰缸 然后拿几包烟 有没有 有没有 那我们以为说 这样就是能够去 行使我们的意志 但是很清楚看到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身体会透过 这种不恰当的运用 而形成 那叫过劳或者损耗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没有 有没有 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某种意志 这个叫做行音 这个意志 那我们再看看 那你这个意志 你看 你会是随着各种境界 他不自觉的在升起的 什么意思 你看 快乐的时候 你看 你就想要抓住 但是 你真的想呢 还是被这个快乐的情境 给引动的呢 不自觉的 你看你这个 就像动物一样 有没有 我的意思说 你没有自觉的时候 我们这种意志性的行为 其实跟小狗一样 一样状态 就说 小狗 他 他觉得大便是香的话 有没有 他闻到大便 他就出过去了 他看到 那个 他不喜欢的人 他可能就叫了 他就直接在反应 我们的意志 其实 没有被自觉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状态 好的境界 你看 我就巴住 不好的境界 你看 我们就会燃烧 我们就会抗拒他 那看清楚了 那所以呢 在生命里头 这已经是一个 很核心的这个意志 我们一直认为说 这是最具有主体性的 最能够代表 我自己的 有没有 就看得出来 你能够掌握他的 其实也没有多少分 有没有 没有多少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如果被爸爸骂 有没有 那你自己可以 不会觉得说 受到伤害 然后呢 自己不会觉得 受到委屈 那你 这就有点功利了 有没有 你看 你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 是蛮独立的 那我们如果 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有没有 碰到爸爸骂 妈妈骂 或同事 怎么样 你看我们会马上 我们的意志呢 会马上去对抗他 会觉得自己受伤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这个受伤的感觉 谁决定的 那说要去抵抗他的 这样的一个冲动 谁决定的 有没有 你看 你没有办法自主 你没有办法自主 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 那我们有这种 对于这些生命现象的 种种觉知 这就是说 是 能够觉知 知道知道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身体的现象 我知道我的苦乐受的现象 我知道我的种种念头 我知道我的意志性的行为 有没有 你纵使知道 这些现象在发生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如果 没有足够的这种 转向的能力的时候 你纵使知道 你也是没办法 你还是会变成怎么样 变成你经验到的 那个境界的奴隶 更何况 大多数的人 事实上连知道 都不太知道 他就在建议 就在你家里去 这样而已 他是这个样子 好 那看 那所以呢 生命它是一连串 接踵而至的这种身心经验 而这些身心经验 它的构成 它的升起 它的变化 好像很大一部分 怎么样 都超越了我们 怎么样 掌控的范围之外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边先把它认识清楚 所以佛陀说什么呢 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你看 有生命的经验在发生 我们刚讲了 你看 有我们的身体的现象 有感受的现象 有种种念头 有种种的意志的行为 我们的觉知的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 看到它怎么样 它是在各种因缘条件 底下升起的 随着各种因缘条件 在变化的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样如果说 那个 大家还不太容易 有感觉的时候 看日本海啸 就会很清楚了 日本人没有一个人 希望海啸过来 海啸来了 看到没有 缘起 无常 就像你的 你经验到的生命 也是这个样子 它是随各种因缘条件 而升级的 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它是无常生命的 那我们如果不了解 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 有没有 从心里头 你看你不去了解它 我们一般人不知道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以为说 这是我的生命 这是我的经验 我要它怎么发生 我要它怎么变化 有没有 你会以为说 你用你那种 能够在这个世间里头 不自觉的被训练出来的 那种自我意识 那你想要去 主宰你的生命 然后甚至呢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世上生命 是没有办法被主宰的 所以你又怎么样呢 你一直以为 你又想说 不对啊 我拼命考试啊 有没有 然后我很用功 我就是因为 有我的自我意识 我跟别人竞争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那种自我 你模模糊糊的 被认为说 你是一个 有某种能量的 有某种权力的 对生命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你不自觉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像说 像你 像你 那个可能经验到的 有没有 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们 假设爸爸妈妈 本来是很强的人 所以呢 他给我们安排得很好 那我们自己有小孩的时候 也会想怎么样呢 所以呢 也会想要他 照着我的意志 有没有 照着我们的意志去做 就如同说 你好像用你的意志在控制你一样 你觉得是这个样子 所以变成怎么样呢 把你的这种自我意志呢 扩散出去 所以你也会想怎么样 不只想要主宰小孩子 有没有 你会想要去主宰先生 有没有 想要去主宰太太 有没有 想要去主宰这整个公司的环境 同事之间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种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一种 自我意志的一种扩散 但是 没有真正 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去看到说 其实在这整个人生经验的过程当中 生命现象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 它是只能经验 没有办法控制 你看你知道心跳 你摸着心脏 心脏在跳 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你看吸气 吸气进来 出去出去 呼吸呢 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这样的一个聚会 各种因缘条件去形成 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 我的情绪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念头也是这个样子 那你如果充分了解到这一点 你就会看到说怎么样呢 所以好像 你也没有办法 去行使一种很强力的那种意志 要别人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呢 你已经看到你自己了 其实呢 你没有办法 对你的生命 总体的这种生命的变化呢 你有什么样 很高度的 绝对的这种主宰权 看出来吗 所以佛陀会说什么呢 佛陀说 这个人生啊 这就是这种身心的现象 我们刚讲 一连串的身心的变化跟流动 它是怎么样呢 它真的是无常的 它真的是缘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不是任何人的 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去控制的 想要去主宰跟驾驭它的 这件事情 你如果认识不清楚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你就不敢融进这个大海 你会一直怎么样呢 我是我 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 不然你是要怎样 但是大家想想想看 纵使像说 我们认为说 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觉悟者 这个释迦摩尼佛 你有没有看到 而今安在在 他能对自己的生命 有没有 他那个设身 他活到81岁 他能怎么样呢 古往今来的所谓的最强 最强的这些强者 或者这些圣者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生命经验 都跟你一样 有没有 都跟我们完全一样 都怎么样呢 他们都经验到的是 无常生命的缘起的 有没有 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这叫非我 所以不是我的 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流动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 有时候像佛陀他们那种人 他完全领悟 而且怎么样呢 完全接受 生命就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他在 他经验生命 他经验生命 而不去抓取生命 他经验 他的人生的经验 有没有 而不会想要去控制 他的人生经验 因此他会怎么样 他不会想要去控制别人 不会想要去主宰别人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看戏的人 这样而已 面对 自身的生命的变化 他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 面对外面的境界的 来来去去 他也就好像一个看戏的人 这样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摄入 没有那个自我去摄入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随着当下的那种因缘条件 他会做一种 最恰当的一种对待 这个最恰当的对待 会变成什么呢 你会发现 这个就叫做如实 实际 照实际发生的状态 来对待 所以叫做如来 如来就是如是地 如是原 就是如是 如其所来 如其所是 对不对 其实佛法在某一部分上面 我们如果撇开那些宗教信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佛法它是很平实的 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这样讲 有没有 世间谋理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身心现象 它是一个无常生命的 这很难吗 你今天到的不是就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你看它就是 从 妈妈出一颗卵子 爸爸出一颗精子 然后他们结在一起了 这样叫做一颗受精卵 然后里头还有所谓的四柱 那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 你看是你决定的吗 你看到没有 好 纵使这一颗受精卵产生了 有没有 那妈妈如果从那时候开始不吃不喝呢 有没有 就没有你今天坐在这边了 有没有 看到没有 那妈妈的吃跟喝是吃跟喝什么呢 你看它喝水 对 它要让太阳照 有没有 然后从这个蔬菜水果 那个动物里头吸取营养素 你看它又要从这个大自然里头 不断的把外面的这个营养素吸收进来 有没有 然后呢 让怎么样 让它肚子里头的这个小胚胎呢 去吸收 去孕育这个小胚胎 看到没有 那这个小胚胎 它能做什么样的决定吗 你看 生命是这样 它本质就是这样 那我们 在完全没有自我意志的这样的情况底下 被妈妈孕育 那这个妈妈有两个意思 有没有 一个是我们的妈妈 真正的一个妈妈 对不对 另外一个大妈妈 更大的妈妈 对不对 是天地的这个妈妈 有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太阳 妈妈会被冻死啊 没有水 妈妈会被渴死啊 没有这个大地 那个妈妈就不见啊 知道吗 那你看 所以生命它本身 它是由这个宇宙天地在孕育的 它不是任何人 不是说你多厉害 有没有 然后你就能怎么样 你看像现在日本这个很清楚了 你多厉害 如果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 就是说像这样的人类的文明走到今天 那因为是国际之间的那种 那种强权之间的那个角度 有没有 所以要让它真正去反省到说 人跟大自然之间 有没有 这整个的大自然在孕育着我们的生命 因此 有没有 我们应该非常自觉的 沉浮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然后不会去过度的去膨胀自己 然后去浪费这个大自然的资源 去啃食这个大自然 有没有 去破坏这个大自然 但是 我们 大概宗教团体 佛教团体 比较容易有这种认识 那你说叫政治人物 他们往这个方向去做决策 有点困难 那我们先就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样看 有没有 我们经验到的这些生命现象 它是无常生命的 有没有 对不对 那你要再看 那这个无常生命的生命纪念 它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里头在发生 在天地之间在发生 那不是 那天地之间 至少你想象说它是地球 有没有 我们说在地球上面 但你又看得出来 地球又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那整个太阳系又是在一个星云里面 那宇宙天地之间 有现在被测出来 有两千亿个星云 那一个星云里面有两千 大概有两千亿左右的 每一个星云都有两千亿左右的太阳系 那我们先不要想 你这样就可以想知道说宇宙有多大 它无边无际 那我们先那么大 我们没有办法想 就把它先回到 先回到地球 地球我们没有办法想 我们先回到台湾 台湾我们没有办法想 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 就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这个地方的地水火轰 一出现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生命都会遭受到威胁 就如同你身体里面 我们说你的这些营养素的调整不良 就是说宿呆不合了 你看你会就生病了 到最后没有办法处理 就躺下来了 这就是生命 看到吗 它是一个不断流动的 无常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我们一直没有自觉 所以会想要在我们的生命纪念的过程当中 不自觉的去投射这种强大的自我意志 然后想要去主宰 这个主宰性 结果呢 不只是不知道 其实通常是知道 但是不太愿意承认 或者是真的不知道 没有看到说连对自己的身心现象 你都没有办法主宰了 而竟然不自觉的投射 想要去主宰别人 看到没有 所以呢 所有的痛苦完老就这样在发生 看到没有 我们刚刚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生命回顾 用你的生命去经验到 真的 你看你用你的生命你就看到了 那是你的经验 它是无常的 它是生命的 它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 它是一种流动 这叫生命回顾 好 那个我们先让同学休息一下 想上这首的上下这首 好 好 我们开始上课 对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有没有不同意的 刚刚大概得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观点 大概是这样 生命呢 它是一连串的身心的流动 而这个一连串的身心的流动 跟变化呢 它是随着各种因缘条件而升级的 因此呢 它是随因缘而生的 因为它随因缘而生 所以也会随因缘而灭 所以这个叫做无常 因为它是原生 它是无常的 对不对 所以它怎么样 它不是你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事实上我们要讲一个 更深的结论是在这里头 你如果从心里头去看到说 生命就只是生命的流动 身心经验的流动 那其实实相就只是这个样子 人生的发生就是这样而已 生命的流动 它不是说有一个人在这边控制它 所以这个叫做无我的 没有一个我在这边做主宰 是这个意思 但是因为我们一般 在整个生命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被训练成 我就是我 然后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我是某某某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被训练成 以这个自我意识 要去跟人家比较 然后不断的去投射 那种欲望 跟那种主宰欲 然后在佛法里头就叫做 我以为是这个样子 我是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某一号人物 我慢 那我要怎么个样子 我欲 然后我死 再推动它 那其实问题就都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的心呢 没有真正去认识到这个生命的实相 所以结果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以他的自我 做他的核心 然后开始出发 然后再对这个世间 那所以 先生会想要太太来配合他 妈妈也会想要小孩子来配合他 那小孩子当然希望爸爸妈妈都配合他最好 有没有 这样子看 所以是每一个都变成是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只刺蝟一样 你都听不懂 是赌到你就刺牙牙了 那个刺他就会张开 然后你看大家都会 赌来赌去 有没有 所以就会受伤了 生命就是这样在受伤的 不同意的举手 把他看清楚 好不好 那大家都同意 而且都会心里笑 这样很好 那你看到什么 这样你看到什么 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别人 别人当他气压压压的时候 就是他怎么样呢 他受伤了 他有所求 得不到满足 所以他受伤 那他受伤呢 他不知道回到这个生命的实相来 所以他里面是痛苦的 是燃烧的 所以他怎么样 他要往外发射 他要别人来配合他 所以其实他的心是苦涩的 你看到没有 那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了 有没有 你看你了解了 你就容易怎么样呢 不会随着别人的自我意志 或者别人当他的自我在受伤 而升级的那种狂乱的时候 有没有 你就不会消灿了 就这样 有没有 你看 这有牵涉到什么呢 比如说刚刚有同学提到说 你看其实这就是禅修 这个就是禅修 禅修不是其他的 只是这个是什么 这已经是高级的洞中禅了 有没有 这就是洞中禅 那你看他有他的条件 条件在哪里呢 透过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 很透彻的反省 自己去看到 这些是你的心要给自己答案的 生命真的是无常的 各种人生的经验 他真的就像流水一样 在这边流 在这边波动 他是无常的 他是生命的 因此呢 其实我就应该很自觉性的 产生一种自觉 不要常常想去控制 想去主宰 有没有 让他能够怎么样呢 能够很自然的去随缘 去流动 这是知见 你看你要先建立这种 无常的 缘起的 所以无我 无我所 所以那尽可能的 自觉性的去消融 自己的这种自我意识 那这是知见上面嘛 对不对 那碰到境界呢 碰到境界 就要这样修了 所以这叫做禅修 有没有 那碰到境界 我们会怎么样呢 刚开始会不自觉的 升起的自己的这种 强大的自我意识 特别是当 自己受伤的时候 有没有 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 你觉得别人 看不起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 你觉得受伤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会 那个刺猬的感觉 就会升起 所以强大的 称心会升起 对不对 像你刚刚提到嘛 那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 没有 刚刚我们讲的 对于生命实相的 这种了悟的人 他自然是这个样子 他想起 对不对 那变成说 独飞是等于说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含养不错的人 他会稍微压抑一下 表现一下他的修养 有没有 我们说这已经是 世间的三男子三女人 很好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 那一般比较 生命比较粗糙的 有没有 他也想控制下来 但他控制不住 有没有 他可能就发飙了 变成一个比较 粗糙的这种 身口意的这种 冲动展示出来 那这怎么样 人家了解这些名 这主人 这就是中生 就只能这样 那修行难就难 在这个地方 这样看出来了吗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 其实都是活在一种 本能的状态 以自我为中心 其实跟动物差不多 这叫做动物性 所以合一的时候 他高兴 不合一的时候 他就养 合一的时候快乐 不合一的时候 撑兴起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就会怎么样 会随着境界而不断的流转 然后就不断的受苦 然后他不知道反省 都会一直觉得是 别人让他不好 世界让他不好 有没有 你看 我在这样的一个 大自然的环境里头 我们这个已经养育了 比如说养育了 那个百千万年了 有没有 稍微刮风下雨 你看我们人就不高兴 你看看这个意思 看到吗 他是一种 就是完全盲目的 以自我为中心 在过日子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说 修行他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修行 他的目的干什么 减少自己的痛苦烦恼 超越这种动物性的 生命层次 所以了解到说 先了解到说 生命的实际在发生的 这样的一种实相 他是无常的 他是生命的 他是缘起的 他不是我能控制的 不是我能掌握的 所以我必须要很自觉的 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 让这种自我意识 这种贪嗔痴 降到最低 所以你就怎么样 你发现你就有 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对不对 你看 建立起这样的 证件之后 你要怎么样 培育起对于自己的 身心状况 的那种觉察力 随时对自己的 身心状况 能够保持这种 我们说觉知 觉知 观照 观照 他就是这个东西 这叫做禅修 那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在接触到 境界的时候 怎么样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知道当下的心怎么样在用 如果他是不会增长自己跟别人的贪嗔痴的 那我们就让他这样流出去 如果他是增长自己跟别人的贪嗔痴 让自己跟别人不断受苦的 那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消融掉他 你看这就叫做禅修 好 那现在回来了 我们刚说 透过这种对于生命经验的这种回顾跟穿透 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身心安顿 有没有 这样清楚了吗 因为你的身心 你看我们的生命经验 就是身心的不断的流动 那 他是一个无常的 生命的源起的 所以他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学习 在我们生命经验的当下里头 保持这样的一种觉知 那我所讲的一句话是这样 所以再怎么样呢 随时在当下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 看到贪嗔痴生起 见贪嗔痴 然后怎么样 自觉性的就离贪嗔痴 这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这个样子 那刚开始会有点难度 为什么会有难度 因为我们原本常识起 是这种自我意识 在做主宰的 所以你为什么会碰撞 会受苦 所以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苦 所以我们才会来 就是因为看到说 好像很多的苦可以不用受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学习 所以我先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 从生命经验的这种痛苦 或者说苦恼的经验 你会看到它什么呢 它是一种智慧的养量 生命是在痛苦跟烦恼当中 生命的智慧 是透过痛苦跟烦恼 而淬炼出来的 有没有 这不只是我们这个样子 你看连2500年前的 这位希达多也是这样 他面对生老病死 当那时候呢 他无能为力 他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达到一个 不生不死的那样的一个境界 但是他去追求 他去找寻 等于说生命里头的 这种无常的逼迫 让他产生一种 不可抑恶的这种苦恼 这就是他所经验到的痛苦 那这个痛苦有没有淹没他 没有 他从这里头去找到出路 对不对 这样很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人 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头 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不自觉的 会去排斥自己不喜欢的 那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受苦 而且受苦的会很没有道理 那我们刚提醒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生命它是一个 一连串的流动 所以你没有办法减什么的 你没有办法减说 我爱吃这个 我就一直要吃这个 你没有办法这样 生老病死就是这么清楚 无常便义就是这么清楚 常常会怎么样 愿正会 你不喜欢的人 你不喜欢的事情 常常就偏偏放在一起 有没有 那常常会爱别离 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东西 你喜欢的境界呢 常常呢 你就要不到 有没有 那你常常呢 就在所求不得当中 因为从我们的人生经验 现在都不是在说幻想嘛 对不对 它是实际在发生的 这就是佛陀讲的无常 有没有 那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头受苦 因为我们会投射 我们很强大的意志啊 有没有 所以你就会受苦啊 有没有 那受苦干什么 看到没有 受苦就增长智慧啊 透过这个受苦 透过这个撞击 有些比如像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不能打 对不对 你就没可能 你就不会这样了嘛 知道吗 你知道说 在面对境界 你如果不用一种智慧 随顺的角度来处理的时候 硬要去跟他抗争 你会发现 你自己就是在受苦 所以因为无常 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的这种 自我的无际于事 我们不要搞 不要烂 事实上根本 生命的发生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透过曾经 有过的这种碰撞的经验 受苦的经验 让我们怎么样 我们才会打开眼睛 有没有 打开眼睛来看看说 生命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有没有 就这样 所以我们刚现在就回来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 受苦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生命的成熟 都是透过受苦而来 都是透过受苦而来 那差别在哪个地方呢 有些人受苦 但是被苦恼给淹没 他在那个贪生吃的火当中滚动 他没有办法超越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佛陀 跟我们之间的差别 觉悟的人跟 没有觉悟的人 跟我们完全 你看他都一样 是无常生命的身心 你看他跟我们 虚的空气一样 佛陀的鼻子 也是长在嘴巴上面 有没有 我们的鼻子 也是长在眼睛下面 有没有 也许我们的本质 跟一个觉悟者的本质 是完全一样的 但差别在哪个地方呢 觉悟者 他跟我们的差别 就是因为他叫觉悟者 因为他觉悟 我们没有那个音乐 没有那个机会 去看清楚生命的实相 有没有 所以就 好像那个五头苍蝇一样 有没有 然后呢 蒙着眼睛 然后飞来飞去 但是呢 在这个空间里头 撞来撞去 撞来撞去 然后飞不出这个牢笼 而且呢 不断的受苦 然后受苦之后呢 又怎么样呢 又产生很多的怨有 然后再变成 又是苦上加苦 然后就不断的 在苦海当中 苦苦沉产 那如果有一天 这个不断在受苦的人 他怎么样 他静下来了 他想说 我不行啊 我不能够不断的这样转 不断的这样受苦 你看他静下来 他静下来干什么 我们一般的那个 有时候世间的宗教 有没有 他告诉你说 你信我 有没有 然后你拿相拜 或者是你看像中世纪的时候 有所谓的赎罪券 有没有 你只要出多少钱 买这张卷子 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恶事情 有没有 到时候呢 上帝会算一算 然后够了就可以继续让 反正你一样可以上天堂 宗教 这是宗教 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 这种类似的宗教 有没有 他藉由人类在里头 因为他不知道生命的实相 所以呢 他产生的这种 因缘与无知 而产生的这种恐惧跟不安 利用人的这种无知的恐惧 他怎么样呢 他来贩卖啊 你只要怎么样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变成一种暴产 有没有 但是你如果不怎么样呢 有没有 你怕有十八天 有没有 然后你怎么样 有没有 我们还 我之前 现在好像还继续在发生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 碰过 有一个宗教师呢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 说你们都业障很重 有没有 那呢 你如果让我打 有没有 我可以帮你消业障 而且呢 要给红包 给红包越多呢 我打得越用力 你业障消得更多 更彻底 真的就是有很多人 这样相信 而且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出家中呢 他还盖了一个 不晓得庙 知道这个意思吗 利用人 因为无知而生起的恐惧 有没有 然后呢 他怎么样 就变成一种 宗教上面的 那种 让人会更迷惑 继续在那种 无知当中 那2500年前的 佛陀的教法 不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生命 就是这么清楚啊 你看你只要 睁开眼睛看 就知道了 有没有 你只要睁开眼睛 看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呢 你看 你老师叫你先生 10点钟回家 有没有 但是他老师会 大概11点以后 才 才那个打电话给你 还不一定回家 有没有 叫这个意思吗 因为你 我们的意志 你想要去控制众生的 这种意思 你就发现说 好像不是很对劲 一切都是 各种因缘条件在 生命跟变化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 做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 所以自觉性的 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 学习一件事情 保持觉知 然后练习怎么样呢 不去执着 不去抓取 那这样 透过这样的过程 你就发现了 我们的身心 有没有 我们的身心就容易 越来越安稳 那我们的身心 越来越安稳 你慢慢你就要看到 一件事情 身心越安稳 自然而然 就会比较宁静 比较喜乐 没有那么多的燃烧 跟痛苦 所以我们的修行 不是说修给佛陀看的 有没有 也不是说修给 那个上帝看的 以后请我们进天堂 其实他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修行 是什么意思呢 是自觉性的 修正自己的 身口意的这种品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痛苦烦恼呢 降到最低 甚至到最后呢 完全没有痛苦烦恼 变成一个怎么样 你看 你就会变成一个状态 随时可以活得很安心 随时可以活得很自在 随时可以活得是一个 解脱逍遥的人 其实这是修行的目的 所以修行 它不是一个 一个宗教上面的迷信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如实的来 在生命的经验当中 学习如此 如此的去了知生命经验 而能够 如此的去对待生命经验 你看如果能够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 痛苦烦恼就不见了 它就消失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 像2500年前 那个释迦摩尼佛 那个样子 什么个样子 你看到今天 我们比如说 我们三摩地学会 有没有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主要的人 都还是受到释迦摩尼佛的 这种精神的这种感召 慈悲 有没有 到处去 有受苦受难的人 受苦受难的地方 我们的同仁 我们这些同事 就会把能力 把能量 把物资 有没有 然后就送到那个地方 这就是一种慈悲 你看2500年前的 那个西达多 虽然他的身体 早就灰灰烟灭 有没有 但是他在这个地球世界里头 流传下来的 那个精神价值 你看像我们三摩地学会 就在这里头继续在孕育他 那种慈悲的 无眼不惧的 那种慈悲的精神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一般 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事 另外一面 释迦摩尼佛本身的智慧 我们在宗教上 一直会认为说 因为他是佛 那我是一个充满贪生吃的人 有没有 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个样子 但是事实上 如果是这样 那释迦摩尼佛 他就不用在2500年前 有没有 他赤着脚 然后说法 然后不断的说法 不断的说法 四十几年 比较多重点 什么意思呢 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摩尼佛 他就是在告诉你说 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学习 你一辈子就可以跟我一样 达到跟他一样完全苦灭 没有痛苦烦恼 究竟解脱自在的这种生命品质 是不是这样 你再想过后 我这个不是夸张的 你想 如果那时候的那个觉悟者 释迦摩尼佛 不认为 透过他所教授的这些法 你就可以当事解脱的话 那他那么辛苦干什么 知道吗 所以不是所以说 我业障重 我要三大阿征子节 有没有 我要先让人家打一打 消业障 然后才能怎么样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知道这个意思吗 2500年前 佛陀的教法 其实跟我们刚刚的教法 是很接近的了 所以你看佛陀 他第一次出来 出来讲法叫做什么 转法轮经 有没有 转法轮经就是转什么呢 转四圣地呀 那四圣地第一地就叫做苦地 生起痛苦烦恼 你要看到这个苦的这个真理 是什么样的真理呢 生命的这种无常生命的实相 他是无常生命的啊 苦地 那马上你自己就会看到说 他是无常生命的 所以我如果不恰当的直取 没有这种认识 所以投射不恰当的直取的时候 一定会怎么样 痛苦烦恼会生起 疾地苦疾 那我们现在再讲第三地啦 如实知道他是一个无常生命的了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 知道说凡有抓取 一定会带来痛苦跟烦恼 所以自觉性的 离断那个抓取 第三地什么地 灭地 有没有 痛苦烦恼就熄灭了 好那你看 你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纪念 对这样的佛法 会很难吗 自圣地 佛陀就是这样转的啊 这是第一转 你看我们先刚开始这样听 有没有 然后这样思维 你会发现完全合理啊 所以佛法其实他本身是非常理性 完全建出于理性跟经验的基础 然后更重要在哪个地方呢 他看到这些理性 比如说我们的精神 有没有 然后物质 整个的经验背后的那个更基础的那一部分 虐盘 好那我们先不要谈到那个地方 那你看 我们看到了生命纪念的无常生命的现象 我们也经验到了 如果在这种无常生命的人间事里头 不恰当的直取 一定会带来痛苦跟烦恼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自己也很确定 如果我把这种不恰当的直取灭掉的时候 我可以过一个变成一个觉悟快乐解脱的人不是吗 有没有人怀疑的 没有人怀疑吗 不是吗 那剩下来的你看 这就是叫做建立政见 在这样的正确的知见底下 我们就这样去修行 所以就会变成走在八正道上面 有没有 八正道第一个已经建立政见了 政见这种无常 缘起 无我 所以心有所转向 不再去投射贪生吃了 这叫做政治 正确的思维 那根据这样的政见 这样的生命的一种导向 我们这样去生活 所以正与正业正命 所以我们就不去骗人家 不去讲离间的话 尽量不要去讲粗暴的话 不要去讲没有意义的话 那我们的行为呢 减少 避免 让透过我们的行为变成别人或其他众生的苦难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去偷 不去盗 不去杀 不去云 这叫正业 那所以我们的职业呢 就在这种政见底下 有没有 跟这种端正的行为来做 所以我们就不去换卖军火 有没有 不换卖迷幻药 不做那种杀生的行业 比如说 这叫正命而活 那剩下就住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建立政见 又有这样的生活自觉之后怎么样 要培育它的觉察力 这就是念柱 有没有 四念处 我们说动中禅 动中禅或者静中禅 这就是四念处 其实就是培育这种觉知力 就是培育这种觉察力 然后呢 培育这种觉察力 让我们在我们的六根促进 在生活的境界上面 随时可以怎么样 像刚刚佛陀总结的是最简单的 见贪身吃 离贪身吃 那其实就是修士正断 看到自己不恰当的那种行为升起的 有没有 看恶不善法升起的把它断掉 然后没有恶法 就是贪身吃没有升起 就不让他升起 那有这种慈悲心 绝躁的心 善法升起 就让他增长广大 那没有升起呢 就培育他升起 已经升起了让他更增长 因为这就是念柱 透过念柱来修士正断 有没有 这个就是禅修 这个就是禅修 这样清楚吗 所以禅修不是只是光在这边 你知道什么事情就在这坐 然后整个放空之类的 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坐下来 那叫让整个身心这样松柔沉淀下来 培育心的安子的力量 有没有 有这样的安子的力量干什么呢 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面 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带着这样的觉知 去见贪身吃 离贪身吃 到最后你就发现一件事 所以你的心会变成痛苦烦恼很少 然后你的心里会有一种强大的 一种稳定的力量 这叫定了 那你看那你心稳定了 在当下里头你心稳定 就等不随着境界再转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时候就出来了 所以 面对一个好像原本不合一的境界 你就不一定会就升起身心 因为你心很稳定 然后你知道当下发生了这种状况 所以你心不会水转 所以你不会变成境界的奴隶 你看看吧 所以你就会随着 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 怎么样做适当的对待 而呢 让自己的心都能够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变成近道七觉知 有没有 有这样的镇定 所以你心随时能够平衡 那你看那在这个当下 你的心是完全清明的 有没有 然后没有任何痛苦烦恼 这就是所谓的禅修 那就是要这个样子 那回来看看 所以如果说 你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众生 因为他没有那样的因缘 去听闻 这种生命的实相的这种教唆 比如说我们刚讲 你看像这种四圣地的思维 你如果不听过 不听过你不会收 你绝对不知道怎么收的 那你没有建立这种四圣地的思维 你会像什么呢 这也是像我们说 借释迦牟尼佛来讲 你像姨祖的 你只要落在头下 你就会在地狗 可见过你的心呢 会随着各种境界一直转 有没有 那你如果你看你懂得 透过我们的生命经验 看到这种无常生命的现象 在无常生命的经验当中 你看到我们自己的贪生吃的投射 所带来的这种苦难 因此呢已经亲民到说 所以我随时可以把我这种生命的苦难给停止 只要我不再投射贪生吃 所以我如果要过程 就生活成一个解脱自在的人 我只要随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身心状态的这种觉察 然后见贪生吃 离贪生吃 直到呢 随时都有可能贪生吃涌断 有没有 就变成像佛陀他们那样的人 我这个不是轰大家的 这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这样讲 你如实了之这种身心现象 所以叫做极深观察 你说在我们的死命经验当中随时 这种观察 观察什么 它是无常生命的 它是缘起的 所以你随时可以自觉性的断除贪生吃 极深观察 你看透过自己的自觉知 随时你都有可能体验到这个 痛苦完全熄灭的这种虐盘境界 所以极深观察 缘治觉知不带时节 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你说 你要来听话 他没有这样 你要我怕怕 你才有我的道具 他也没有叫我们这样 他反而是叫我们怎么样呢 张开眼睛 好好的去看清楚 你所经验到的这些生命经验 它到底是什么 好好的去看清楚 我们的痛苦烦恼 到底是为什么而生起 这样看到了吗 所以 好 那我们这样看 所以一个人 如果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 他就会一直活在一种恐惧跟不安当中 看到吗 因为我们为什么 因为会一直以为有一个我啊 你看你就心没有办法整个敞开 你没有办法敞开在这个法界里面 所以怎么会解脱呢 不会解脱 你的痛苦烦恼就没有办法熄灭 这样看到吗 所以政见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武则天那句话很好的 这种其实如来法 就是无上甚深的唯妙法 我们今天这样的因缘 其实都不是很简单的 其实 你看我们说 云云众生 然后这样不断的这样流转 到哪个时候 在哪种因缘条件底下 才会真正去张开这个法眼 建立起这种对于生命的 如实的绝招的这种证件呢 就这种适圣地的思维 有没有 所以佛陀这样说 他说如果没有善业 没有善业其实很难接触到正法 其实很不太 几乎是不太可能 没有善业你不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当林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当然乐于这个样子 乐于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这些佛法 一些修行经验上面的这种分享 因为真的是给我机会 所以我刚跟大家讲说真的谢谢大家 这不是科技法 这是真的谢谢大家 好那再来 所以你看如果说 没有建立起这种 对于生命实相的这种了知 你看他的痛苦烦恼永远不可能 那他没有这种正确的这种了知 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会不自觉的去对外投射 他会不断的去攀缘 但是不管他怎么攀缘 攀先生也好 攀小孩也好 攀事业也好 攀银行存款 不管你怎么攀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你的心还是会不安 还是没有办法安心 没有办法自在 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活在假象里面 知道吗 你活在假象里面 活在自我里面 那你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说我们人的这个自我 其实有点像怎么样呢 那个比如说一只螳螂 一只螳螂 他以为他很有力 然后去把这个墙壁推倒一样 螳螂挡居 我们看螳螂挡居 就会觉得很荒谬 但是你看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好像就有螳螂的那两只 自己有很强的那两只手臂 我们要去阻挡 要去抗拒这整个法界的这种流动 我们要去阻挡 我们要去抗拒这种缘起跟这种无常 然后要活在自己的这种 假设的这样的一个 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我重心里面 这就是所有苦的根源 所以这个苦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自我 那这个自我是什么呢 用佛法来讲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无明 这个就是无明 比如说你看 原本还没有成佛时候的那个西达多 他也想要去抗拒这些生老病死 但是他到菩提树下的时候 有没有 还没有到菩提树下之前 你看他先学打坐 他可以到那个市场巴定 那发现出了禅定之后呢 还是会苦恼忧愁生起 然后他离开了他的老师呢 他就是修苦行 他修得很厉害 有没有 但是呢 还是受苦啊 为什么这样的评论啊 你的自我没有溶掉 你活在无明里面 那他发现这样都是苦啊 他找不到出路了 有没有 所以怎么样 也不苦行的 有没有 接受人家的供养 渡过泥连河在倒树下去 告诉自己 如果坐下去 我这一坐没有办法解脱 我就死在这个地方 我想那是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西达多 已经有点忧郁症了 他绝望了 你如果深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心灵是绝望的 但是他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是 你看 他是用整个生命 在追求真理 所以他变成说 好那如果全部失败了 对他来讲 这样生命没有意义嘛 所以我就死在这个地方 算什么呢 有没有 所以他整个都松下来了 他不再去抗拒了 有没有 他就慢慢观察 为什么会有这种 老病死的现象 因为有生呢 那为什么会有 这个生的现象呢 因为内在里头 有这种有序的冲动啊 那为什么有这种 有序的冲动呢 因为里面孕育着 强烈的这种 自我的直取啊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直取呢 因为来自于贪爱啊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贪爱呢 因为来自于 曾经的这种苦热受啊 就是热受啊 比如说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热受产生呢 你看 我们的经历很清楚 都来自接触啊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触的可能性呢 因为有六根啊 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呢 因为有明色啊 有这样的身心啊 比如说你看 那我们把它退到 我们直接这样想 你看他要有一个 在里头的那个像 妈妈肚子里头的 那个胚胎啊 那就叫做明色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明色呢 就发现说 要有四柱啊 那为什么这个夜市 会去住着呢 背后有一个能量 在推动 行音 行 那这股能量 为什么这么烧动呢 看到没有 他就发现了 能量就只是能量啊 但是呢 你如果不如实之的时候 以为他怎么样 这是我 以为有我就变成无明行 有没有 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这个说 希腊都完全解开了 这就是生死流转的 关键啊 因为无明 有没有 所以呢 把这股生命的能量呢 好像就抓在自己的手上 这样 那结果呢 碰到间接呢 不断的去抗拒 然后抓要 抓你要的 抗拒你不要的 有没有 然后就不断的在 活着的时候 就不断的在 境界当中浮缠 这就是轮回了嘛 然后到最后呢 也是随着 最后的这种业力 有没有 他有转世 希腊都在菩提书下 就看到这个了 所以他就把 因为他看到 那他有强烈的 这种解脱的欲望 怎么样 所以他当下的 这种自我意识 就完全不见 所以他就解脱了 解脱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没有 他还是这样 一股人啊 但是他的心灵 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 他原本是有所追求的 原本是紧张的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看 他听到的 小鸟的叫声 然后他闻到的 那个草的那个香味 有没有 然后那个空气中的 那个水汽 然后那个露珠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我在想啦 觉悟的时候的 那个希达多 有没有 他一定是 非常非常之快乐 所以那个经典上面有记载啊 他这棵树 在这个树下做齐天 在另外一棵树下 再做齐天 在另外一棵树下 再做齐天 他在享受他的解脱之乐 但是他看到说 他妥妥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个人间世里头 比如说你看老子也是一个解脱者 庄子也是一个解脱者 有没有 但是呢 2500年前的这个希达多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释迦牟尼佛 是他后面的原因 他把这种解脱之道 有没有 完全 请他所有的生命能 有没有 把他留下来 王子他也不当啊 有没有 他也不是自己 只是在那边享受 那个解脱之乐啊 他赤着脚 有没有 开始这样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镇一个城镇 这样这样 一直把这个 是圣地的法轮 这样一直转 有没有 他就是一直这样在说法 没有我们这种地方 他常常是 睡在树下 有没有 只有到下岸居的时候 才有地方住 那平常 一直走一直 泼泼 住树下 有没有 然后 一个聚落一个聚落 这样在做 所以你看到什么 我们今天我们生魔地 学会一样是受这种精神在感动 让众生离苦 得了的 无限的这种慈悲 那佛陀那时候他已经离了 等于说 他就是用他的智慧 在让世间人离苦 所以你会发现 在所谓的 在这种布施道上面 佛陀会这样讲 法师是最上的 因为等于透过法 让众生能够觉醒 他的痛苦烦恼完全断除 所以这个法到今天 你看 继续这样 可以这样反动 那我们 生魔地学会里头 很重要的是 去程序着 佛陀的这种 慈悲济重的这种心 那 林老师他们呢 就希望说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然后对于这个 佛陀的这种法 然后也能够让我们那个 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样就能够真正变成 叫做两侧尊 透过这种布施 然后这种慈悲 去陪福 然后以这个做基础 我们又培育了这种 无上甚深的这种 师生地的智慧 佛陀是要我们这个样子 他不是那种 他不是这样你们说 你们只要做好事就好 有没有 然后那个法 你们不用学没关系 不是 一定是在善业的基础上面 随顺可能的因缘条件里头 有没有 他就一定是 想办法让我们觉悟 那你们这样想一下 其实我刚讲说 在经典上面讲 佛陀的觉悟看起来 从这个十二元起 有没有 你们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是这样讲 本来那个希达多 他就是 以为自己是一个波浪 他就是一个浪 有没有 一个生命之浪 他以为这个生命之浪 就是他 一个浪 波浪 我们去当中一个 一个波浪 然后他在菩提树下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突然这样看 原来是海水 这个波浪 波浪的本质 完全是海水 这个叫无我 知道吗 他说 就是整个的 法界的能量的流动 我们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 用现代表来说 就是 整个宇宙的能量 在那样的因缘条件 底下的升起 但是虽然波浪升起 你看 都是海水 整个都是海水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他没有无名 没有自我 自我不见 觉悟 这个就叫做觉悟 那 佛陀因为知道这个美感 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 先观察生命 你如果没有办法 直接这样的时候 你看 你今天到的是 无常生命的现象 都是缘起的 那 怎么会有我呢 这样想 所以我们刚讲说 两个方向 一个 从这样的一个 思维的角度 然后用你的生命 今天这样去体会 那你就会来到 这样的一点 透过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无我 但是你的心 有没有 你的心有没有办法 真正 弃入 弃入这个 无我的这个法界 这就是 一个问题 能够 就叫开悟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讲说 那个圆娃娃 有没有 这样知道那个圆娃娃的故事的吗 你看 我们都是一个圆娃娃嘛 但是我们都怎么样呢 我们在油山湾水 有没有 然后我们是 一直往沙漠走 有没有 要到沙漠的地方 有没有 然后虽然我们很口渴 对不对 然后要去找那个 可以让我们觉得 那个很舒爽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全身都是岩巴 我们是一个圆娃娃 那他有一天走啊 走走走 他很焦渴啊 走走 走到 因为他要解脱嘛 走到那个 大海边边的 看到 大海的这整个壮阔 你看到什么吗 那就是 一个小小的自我 面对这整个宇宙的广大 有没有 你看 那里头的那个震荡 那个震荡 但是因为这个圆娃娃呢 因为他苦已经吃够了 那你是谁啊 有没有 大海你看 他随时他本来就在那边 本来就在这边 准备去接纳他呢 来来来 你到我这边来玩一玩 一进去就一直溶掉了 你看那个自我 有没有 那个自我 你看他就越走越深 他就 那个身体就不见了 你说那个自我意识就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他就变 他后来他就说了 我终于 有没有 然后快乐的认识了我自己了 跟 菩提树下 希达多的经验 用这样的一个预言来说明 他是完全一样的 菩提树下的希达多 认识到自己的 认识到这个 认识到自己是没有自己的 就像一个圆娃娃 他融入整个海洋一样 所以他很快乐 这叫解脱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总结了 对不对 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 然后去得出了 看到说生命经验的这种 无常生命 缘起 无我 无我所 所以懂得自觉性的在人 往后的这种人生境界里头 随时觉知到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 然后去见贪生师 离贪生师 那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决意 持续不断的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通达向佛陀 他们那种究竟觉悟的证识 因为这是佛陀走过的路 所以我们不只是 能够在此事里头 去安顿我们的身心 而且怎么样呢 能够自觉性的去超越这种身心的运作 融入整个法界 融入那整个真理的大海里面 你看那个苦就彻底洗面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出来的 没有的话 那就这样了嘛 是不是 你们那个 不用这么严肃啦 生命它是一个 生命它是一个分享 它是一个分享 而且特别是佛法 佛法它就是要觉悟 那你不可能在一个 紧紧的心当中去觉悟 紧的心怎么觉悟 所以我们可能是第一堂课 那我们下礼拜 你们可以更轻松的 随时提问 好 那谢谢大家